男人三宝 烟酒茶 这个也是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 也有一定道理 烟呢 不是好东西 因为它会上瘾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你要说 它有没有好处 它的好处是能提神 安神 你比如说我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心里不落实 我感觉突然 我就想来一根烟 马上就震住场了 确实有功效 包括一些 如果有些人 他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这个瘾 这个问题很难办 所以说如果是你实在戒不了 这个瘾太大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戒 就办法戒了 半个月就好了 慢慢来 慢慢来 烟也是中草药 也是中草药 就是这样 还能提到驱虫 驱寒等等作用 宗教里面 从来没有说戒烟 但是烟主要也是后来产物 之前 可能最早的烟 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 当然 南方西南地区以前也有 我们不追究了 酒也是个大学问 这个 喝酒适当的喝 是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南方人 他还适当的喝这个 就是喜欢喝米酒 以及黄酒 女儿红 这个酒 我们只讲的 跟人体的这个关系 这个 太多了 这个 嗯 适当的 这个促进血液循环是好的 但是呢 这个高度酒啊 就是 他入口感还是不太好 你要的是那个 喝完的那个劲 对吧 感觉 那你 你首先你要 酒 不管什么酒 加热喝 当然鸡尾酒 有的时候你品品那个凉的味道 也可以啊 因为他来的快去的快 第一个 你要知道 可以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喝多少 比于过 那这个 这个 在社交场合 也是一种 这个 你你把他灌醉了 他再会说实话了 中国人交朋友要这样交 啊 然后但是你不要过度 因为这个说不到了事 嗯 加热 温温就转化妥 不是啊 花雄 花雄 他这个 就是他加热 还有就是说对身体 哎 也是好一些 来的快 散的快 很快就清醒 嗯 茶呢 嗯 也是 那这个 至于说你到底喝什么 可以早上喝一点红茶 家伙喝点绿茶 晚上呢 喝点普洱 啊 你平时的话身体有什么需要 像我自己就是 啊 泡一些药茶 每天就就当这个 嗯 一边养生一边吃病 嗯 这个 总而言之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你像寒冷的地方 他就是适合喝一些酒 啊 这个 適当的娱乐啊 这个身心愉悦也是好 嗯 嗯 但是他这个瘾的问题 哎 就是说他这个 嗯 这个这个乱你心性的问题 啊 这个咱们找我好多 实在找不了 那只能是 这个这个控制不了那就借 没有办法 但是茶喝多了也不好 啊 就是 因为 反正是药菜温度 反正你吃的东西 就身体都是 哪怕不是吃的 你像这个真经窩 刺激经窩 他也是掉你的肾 啊 也是过度也 也不好 嗯 凡是这些东西吧 都是慢了 嗯 因为慢他知道自己身体 能吸收消耗多少 需要多少 你要是快的话 啊 贵人与持嘛 反正慢性子的人 总是福气会大一点 多一点 当然你愚钝太不慢 那也是 凡是都有个度 啊 尽量每个视频都讲满五分钟啊 虽然说这样 不热 但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 时间能够更学到一些东西 下一个女人三三